我也有的人去檢查那個粿子 裡面真的有小姐的茶葉 雅靖是當事人 這件事應該要從她的主觀感受來看 在Netflix才具人選之人 灶浪者中 黃建偉失言爭議感十足的文宣部主任 則是下屬曾經被性騷 鼓勵他勇敢站出來 但現實生活中 黃建偉被指控性侵 矢口否認 被害女演員虛弱躺在病床上 不滿黃建偉否認自己的行為 崩潰痛哭接受周刊訪問 他透露黃建偉有聯繫 質疑他怎麼當下沒有拒絕 接著又看到黃建偉 委任律師發的聲明 指控爆料內容非屬實 讓他情緒崩潰 回顧當時劇組收工後 黃建偉邀他一起去唱歌 寧願願以吃了安眠藥 要睡覺為理由拒絕 不料醒來後 已經是躺在床上全裸的狀態 面對被害者指正粒粒 釋發後 黃建偉不知找來律師發聲明 就連妻子蔡薰彥也力挺丈夫 這次捲入性侵風波 雖然黃建偉嚴正否認指控 但已讓他正面的人設形象 出現崩壞危機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